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有的人 我们家有个亲戚 最近又找我借钱 他天天好吃懒做 不思进取 甚至去年借的钱 到现在还没还 这次我没再犹豫 果断拒绝 这事到人穷不可怕 心穷才完蛋 没钱的时候一定要戒掉这四个毛病 懒惰 懒惰像是生锈一样 醉是消磨身体 年轻的时候不注意 等到长岁数了 越发会觉得 懒惰像癌症一样长进了骨髓里 我的朋友毛毛 从小一直是第一名 顺顺利利地考进了一所985大学 然而三年前考研失败 他就开始宅在家里 说是在准备二站三站 其实就是在家里刷刷 逛逛淘宝 他妈说他在家里懒到吃饭都要送上门 窗帘半个月不拉开透一次气 我出去劝他找份工作 他却总说 我知道啦 我名校毕业 找份工作还不简单 什么时候呢 明年 结果明年复明年 又是下一年 他家里也不富裕 父亲走得早 期待着毛毛能够出人头地 结果现在却天天在床上白日做梦 懒惰不可怕 但是当你习惯了之后 这种顽疾就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无药可救 心理学家维尔斯特说过 人懒开始毁掉身体 最后毁掉心灵 归根到底 其实是在逃避 懒得起床 懒得读书 懒得解决问题 懒得规划人生 逃避现实 麻木自己 只想着睡觉睡得自然醒 数钱数得手抽筋 希望天赐锦礼 一夜暴富 但是即使幸运如扬超越 也是吃够了苦 付出了千百倍的汗数 才有一招腾云化龙 认清现实吧 世上没有不劳而获 只有吃苦才能赚来钱 如果想要有钱 那就得努力 想要很有钱 那就只能加倍努力 抱怨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那些卖惨的人都赚不到钱 我们公司有个老员工张姐 在公司干了二十多年 他有个坏习惯 爱抱怨 刚进我们公司的时候 抱怨自己家没后台 没办法把自己推进更好的公司 后来结了婚 天天怪老公没本事 怪柴米油盐贵 现在又开始碎碎念家里两个娃不容易 念叨着他在公司二十多年 没功劳也有苦劳 结果他这么卖惨 提拔名单上还是没他的名字 他只看到别人光鲜亮丽 却根本没看到别人吃苦的那一面 人活着都不容易 但有的人向阳生长 有的人怨声连连 抱怨哪有什么用 越是抱怨 人就越活得消极 这样怎么可能赚到钱 再没钱也要活得有志气 别做金钱的乞丐 要站起身来 赚钱也要赚得有尊严 把对别人抱怨的时间拿来充实自己 或者做点副业 这才是蒸蒸津津干净的钱 不要用嘴巴的勤快遮住了身体的懒惰 这世上有人住高楼 有人在深沟 有人观万丈 有人一身秀 可是从来没有人告诉你 万丈高楼也是一层一层爬上去的 万丈光芒也是摸爬滚打 退去了几层皮 摆脱了一身秀 别抱怨 没有哪份工作是容易的 人生的辛苦不在这里就在那里 告诉你一条成人世界心照不宣的钱规则 能赚钱的时候千万别卖惨 放纵 之前有一条采访说 现在的年轻人正在毁掉自己 单身时过度纵欲 恋爱时过度纵欲 身体上过度纵欲 饮食上过度纵欲 采访的最后说 未来的社会90%的人 由于过度放纵欲望 可能会像蛆一样活着 他们没有能力改变自己 约束自己 而是沉醉在短暂的快感中 直到丧失自己 深以为然 毁掉一个人的不是没钱 而是明明有钱 却不去赚钱 反而不断放纵自己 享受着刹那的快感 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 诱惑也就越来越多 一时的欢愉并不过分 然而过度放纵 只会身心俱疲 小鱼是名主播 月薪两万块 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收入了 然而工作一年 却欠下二十万的外债 他无节制地去买各种口红包包 什么都要最好的 钱不够了就去借贷 脾气也很任性 不开心的时候直接矿工 太累了也不工作 结果真的是拿满工资的不到两个月 人呀 不要过度纵欲 要享受自己可以享受的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 一直坚信 及时行乐 疯狂刷剧 直到晨光喜微 贪求美食 从不考虑荷包 疯狂购物 想买就买 结果工作的时候 每天精神不振 做错了不少事 扣了很多钱 更可怕的是 一张全年的消费账单 让我彻底傻了眼 我竟然不知不觉花掉了这么多钱 痛定思痛 我删掉了追剧的APP 不再熬夜 也开始去养成记账的习惯 不再去透支消费 这样断舍离之后 我的生活反而越发有了干计 赚钱也赚得越开心 当你没钱的时候 要改掉纵欲的毛病 享受你配享有的生活 不要透支生活 不要背负太多的欲望负债 人生不要操之过急 截至欲望 才能让你有饱满的精力 让自己的生命变得热气腾腾 浮躁 人大都浮躁 一时后悔剁手 心疼钱包 决心洗心革面 过了两天 却又大喊着 游戏真好玩 聚集真好看 包包真漂亮 继续消磨自己 渐心性除冲满志 持续性浑吃等死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最后鱼死网破 虚好青春 最后人到中年 已事无成 叹一声 都怪这个社会太浮躁 事实上 说这个社会太浮躁的都是穷人 真正能赚到钱的 都是些督定成功 且坚信不移的人 之前在知乎上看到一个故事 老刘原来在体制内工作 后来跟风下海经商 头几年行情好 生意顺风顺水 不做什么努力 也都赚到了钱 老刘觉得赚钱太容易 也就不再认真打理公司 不认真研究市场 大部分时间泡在排局酒局上 后来公司效益变差 他不得不回来打理 可他还是改不了浮躁的性子 看着什么热 就让公司腾出点人手去做什么 最后结果 什么都没做好 欠了一屁股债 不改掉浮躁的毛病 就算能一时赚到钱 却也不可能一直赚到钱 追求着多快好省的人越来越多 肯踏踏实实赚钱的人越来越少 浮躁会让人无法坚持 无法专注 但真正可怕的是 浮躁会让你不择手段 当你没钱的时候 看到那些坐拥保车豪宅 豪至千万的人 总是交心不已 有的人甚至因此为了赚钱而铤而走险 只要达到了目的 不在乎过程 可是这样赚来的钱 又能销售得起几年呢 偏偏越是穷的时候 越考验人性 越要戒掉浮躁的毛病 得不配位必有在秧 唯有督定坚信 一步步走出来的天下 才是一个人值得享有的财运 一个人呀 总会经过高峰和低谷 没钱的时候 最是一个人修行的时候 一定要改掉这四个毛病 总有一天 你的生命会因此闪闪发光 2020年 如果你跑到街上随便问一个人 今年你最缺什么 90%的人一定会说缺钱 不是故意要扎你心 而是不想活得像条狗 就得多赚钱 这年头缺钱的日子太难过 租房时为了能省几百元的房租 宁愿每天通钱三小时 买东西时货币13家 只为省下几块钱 上有老下有小 不敢换工作 不敢生病 不敢停下来 归根到底 都是因为你没有理财思维 而这些理财思维 也彻底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今天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越是缺钱的时候 越要熬过去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 是叶安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曾经看到过一个问题 这世界上缺什么东西最可怕 最高赞的答案是 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缺爱 也不是缺心眼 而是缺钱 是啊 有一种心酸叫缺钱 王尔德曾说过一句话 在我年轻的时候 曾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我老了 才知道的确如此 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钱 万万不行 人到周年 生病 买房 买车 人情世故 养育孩子 善养父母 哪样不需要钱 或许你觉得 谈钱很俗气 很伤感情 但是你缺一次钱就懂了 前段时间 朋友跟我说了一件事 母亲突发白血病 急需手术费八十万元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 八十万简直是天方夜谭 不吃不喝 借便所有的亲戚 都不一定能借到 他辛辛苦苦拼命干一个月 也残五千块 可在医院 最多只能坚持几天而已 为了给母亲治病 他四处求人借钱 可很多人一听要借钱 百般推托 要不就是直接哭穷 还有直接关机的 即便关系好的朋友 愿意借 数额也不多 不是两千 就是一千 还瘦尽了白眼 晚上等到老婆孩子 睡着之后 自己悄悄跑到阳台 看着银行卡的余额 他再也忍不住了 抱头痛哭起来 只有一个人低声下气 向别人开口的时候 他才能真正体会到 什么是事态炎凉 什么叫举步维艰 成年人的崩溃 从借钱开始 电影《飞驰人生》中的 车神张池 曾经在赛场上叱咤风云 结果因为一场意外 不仅失去了赛车的资格 还欠了一声外债 后来为了养家糊口 不得不再大排档炒饭 想要重返赛场 却没想到 付出之路困难重重 没有车 他就去捡报废品来组装 没有钱 他就各种低声下气 去卖艺求赞助 还有新生代的强劲对手 虎视眈眈地盯着他 张池郁闷地说 我认识那么多大佬 为什么一打电话 他们就都在国外度假 对手抑郁重地地说道 人在顺境时的友谊 可能并没有那么坚固 人到中年 当你不行的时候 即便认识全世界 他们也对你爱搭不理 当你能行的时候 即便一个人都不认识 他们依然会奉承巴结你 借一次钱 也许你就知道 这个世界上 能依靠的人 唯有自己 有人说事态炎凉 也有人说人心冷漠 其实不全是 只是在顺境的时候 我们总是容易 看错人交错心 也容易高估自己而已 人的一生 注定要历经尘世疲累 人到中年 不敢倒下 再苦再累 也要死撑 记得之前 看过一个视频 特别扎心 我们开卡车的 容易吗 就这一句话 他流着眼泪 前前后后说了三遍 在视频一开始 他就激动地 问候了那些偷游的人 祖宗十八代 原来是前一天晚上 直到一点半才拉完货 赶紧睡了几个小时 准备开工 结果五点起来 发现油箱空了 工作二十点五个小时 休息三点五个小时的 工作强度 换来的收入 就这样被油耗子偷走了 一个七尺男儿被气得 一边破口大骂 一边崩溃流泪 这辆代卡车 是他全部的家当 是贷款四五十万元买来的 每个月光是车贷 就得还一万多元 家里所有的开销 全靠他的大卡车 卡车司机崩溃了 我家都不舍得回 就是为了多跑一圈 赚点钱 你们油耗子 到底有没有良知啊 柴静说 没有在深夜痛哭过的人 不足以谈人生 这位嚎啕大哭的男人 让多少人泪目 可更多的成年人 面对生活 既不能歇斯底里地哭泣 也不能旁若无人地骂街 只能硬生生地 获着血和泪 打碎牙齿 吞到肚子里 毕竟生活依然得继续 他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人 也从来不会对任何人手软 每个人都跌跌撞撞地 一路走着 即便活得很累 因为已没有退路 只能负重前行 在小夫人中 女主乔一家 有四姐妹 她是老二 虽然家境贫寒 但四姐妹 各有各地追求 他们的姑妈一生未婚 过着有钱任性的生活 她曾说 走进没钱的婚姻 是自毁人生 大姐梅格 对此嗤之以鼻 她认为 相爱可以抵御贫穷 于是不顾一切 嫁给爱情 可当她透支生活费 才能买得起一块 自己喜欢的贵重面料时 也曾承认 她受够了穷日子 而这一幕 被很多网友称为 人间真实 年轻的时候 谁还没鄙视过金钱呢 有多少人 曾怀揣着 友情饮水宝的美好心愿 走进婚姻 可后来却发现 谁也是要钱的 我们都希望 感情能在共患难中升华 可现实却是 感情再怎么升华 也逃脱不了钱的限制 不排除感情牢固的 一部分人 没钱也能过得开心 而大部分人 面对没钱的生活 所谓的 把你当成小公主腾兮 只是一句空话 大概率是你 不仅会在婚姻中辛苦付出 还时刻面临 巧夫难为 无米之催的窘境 正如追求独立的乔所说 婚姻一直是一个经济问题 于华曾在《活着》里说过 活着是一种过程 生命只是活着 无论幸福或不幸福 都需要我们去经历 去面对 活着 生命才有意义 有时候你必须熬过一些 不为人知的苦难 才能笑着说 人生不过如此 面对生活的苦难 有人选择了妥协 有人选择了破局 飞驰人生的最后 张持驾驶的赛车 冲出赛道 飞向天空 不知是生是死 电影屏幕上 只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英雄永远不会死 很多时候生活中遭遇困境 我们常常被一句 以后怎么办给吓退 可日子是过出来的 不是想出来的 当我们觉得活不下去的时候 也是处于谷底的时候 当你处于谷底的时候 意味着要破局而出了 要相信 生活不会一直坏下去 总有好起来的时候 真正的强者 不是没有眼泪的人 而是含着眼泪 毅然奔跑的人 最后想说 你拼命挣钱的样子 虽然有些狼狈 但是你靠自己的样子 真的很酷 向每一个奋斗的成年人致敬 加油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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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